我的九条命 作者 张兰 我在公园门口局促不安地等待着 只见二叔和一个高大的男人向我走来 在离我大约三十米远的地方 他停住了 我也立在原地谁都没有动 就这么远远地对视着 很奇怪 想象中的心酸和委屈并没有从心里冒出来 嘴边也没有什么思念或欣喜的话要说 一直以来的紧张感忽然消失了 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如此熟悉血脉相连 仿佛从未分开过 那段没有父亲的时空仿佛并不存在 就这样对视了几秒 我们俩竟然不约而同 扑痴一声笑了 没有丝毫的陌生与尴尬 就那么坦坦荡荡 自自然然 这一天 我生命中断了许久的主线 重新连接了起来 从此我有了爸爸 有哥哥 有奶奶 有叔叔了 唯一遗憾的是 妈妈仍然 如今啊 十九年的光景已经过去了 直到今天 我仍然不敢看她的照片 不能让自己的心赤裸裸地面对有关她的记忆 但现在 我终于可以重提这段往事了 我一度以为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没有一分一秒不在疼痛与内疚中挣扎 在我看来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幸运 比我幸福 我陷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 再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我也曾一个人去西藏 试图寻求心灵的安宁 在那里遇见一个与我同龄的朋友叶农 她和她的女朋友田园 都是大院的孩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像大多数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一样 双双来到西藏之边 田园啊 是个很有文采的女孩子 在西藏负责文化普及工作 一天她带领一个文化的考察团来参观 在一座山边看到一个老太太低头坐在那里 似乎身体略有不适 田园走过去 关心着问是否需要我帮助 不料天降横扩 说几句话的功夫身体滑坡了 一块块巨石滚落下来 重重地砸在田园的额头上 当即 夺走了她的生命 sixteen 等等 花废